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这个中央读查组的我这汪友发 你好 对你好 是这样的 我来是抽查一下问一下 就现在的这个 就现在这个 这个疫情我们看着还在向上涨 你们现在这个就现在这个工作量 你们目前完成上可以吧 就是目前的工作量 你们现在感觉的怎么样 还可以完成对吧 如果再增加 压力很大 你要是听真话还是听假话 你要当然要说实话了 我们 我现在我本能都要快崩坏了 你讲讲看 为什么 那为什么呢 你们现在的 你们上去重视这个问题 现在的中心中的医院那块 对 我们这块在这遗忘了 我们现在每天的运气量和火化量 是平时的四到五倍 我们的人员从清洁前到现在 人头上没有消息 哦 就是 而且还得不到人员的补充 嗯 那你现在说四到五倍是一天 像昨天你认为多少 我这个数字我不好跟你说 因为我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你光一个电话 我这个按照上去的要求 这个数字不行随便说 对我知道 你的真实身份 这可以理解 我跟你说具体的数字 我现在就问你啊 我就是想了解这情况 然后呢 看你们人员需要多少 请你向我们的组织程序去询问 因为你现在是一个电话 我按上去的要求 我不能随便透露数字 可以 我只能给你讲个大概的情况 好 你现在就给我讲个大概的情况 我现在就是需要了解 这个情况我刚才已经给你讲了 现在的业务量是平时的四到五倍 哦四到五倍 那你这个业务量是从什么开始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么紧张的 从那从那月的二十九 这个数量有独断在上升 你说的就是说 已经达到最高峰 昨天达到最高峰 已经达到最高峰 你说什么什么时候达到最高峰 昨天是我昨天是最高峰了 你说的那月二十九是十二月二十九是吧 那月二十九应该是 那月二十二十二二号开 开始人寿就感觉不对头了 这个人寿就上升了 有点猛了 哦 那你们现在是 这个每天是三班岛吗 不叫三班岛领导 哪有人三班岛啊 我现在能够开两班岛都不错了 哎呦 我在这地方已经是 每天能够睡上两三个小时 已经是很幸福的了 哎呦 那是那是你们辛苦了 那现在你看如果是给你们增加人员的话 需要多少人 可以满足目前的这个量 增加人员 如果按照昨天的那个量的话 至少要给我增加四十到五十个人 四十到五十个人 那你们现在有多少人 我现在有一百一十多人 哦一百一十多人 你们一共有多少个炉子 我的炉子硕备 共有十八台 但是能够使用的只有十一台 十一台 能够使用的只有十一台 那你这一个 就是他妈的一帮人 其他我本来招标 搞的 最后来让一帮人 妈的 从不差点 我们坚决事实 但是不能拿妈的那一帮人 我就是妈的 这是我 算了我不想跟你多说 你这样一这样 我找到我们四百说到没有 哦 我们建成在底下完了 那你那些 十一台可以工作 那人不能工作的是坏了吗 还能不能修 脑子坏了 嗯 脑子是完全不能修了 你全天 好不容易通过 市指挥部 从外地 找了两个维修工过来 你知道现在封城 我跟你说 我马上派人来 给你维修炉子 你现在是需要什么 我问你 你现在需要什么 除了需要人 四十几个人 还有什么 除了需要人 嗯 我现在叫他人 我的人太疲倦了 太疲乏了 我现在得不到消息 嗯 你刚才还说三班倒 我现在两班倒都做不到了 哎呦 那你这两班倒二十四小时 那就一班 就得要十几个小时啊 我的人员都没回家了 领导啊 哎呦 那你现在一个人 一个炉子要几个人看 这一个人看就行了吗 我一个人要管几台炉子 嗯 我火花工加上维修的 总共才是十二个人 那你刚才不是说 你有一百多个人吗 一百多人还有些女同志 我现在车队那边 我九台车 每台车配四个人 两班倒领导你散散 我全管的男同志 全部去接你尸体了 那你一台车能搭 那你一台车一次能拉几十几个人啊 以前一台车拉一个人的 现在呢 我们把里面的 现在把里面的格子 那些东西给拆掉了 再少拉两个 然后把有的 把我的那个 那个以前不是冰杖式的中巴车 嗯 一直卸掉 一次拉七八个 哦 这样的话 那你十几十一台炉子 哦 那你这十一台炉子 那是少了一点 那一台炉子 那处理一个尸体需要多少时间啊 五十分钟 五十分钟 哦 那能不能缩短半个小时 这个能不能缩短 缩不了 缩不了 那你有些地方说是四十四十五分钟 四十多分钟就可以了吗 那我不知道您家的设备是怎么回事 哦 你们的五十分钟 对五十分钟 那也是够忙的了 哎呀那你这个真是够忙的了 哦 不是中午都要崩溃了就是这样 那你原来正常的情况下 不需要晚上职业班的嘛 对不对 以前按照武汉市的习俗 嗯 十二点钟以前要落账 嗯 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大清早早上六点多钟开始上班 对 到中午就不干了 哦 现在的情况 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告诉您的 一起接应起来立即火化不停 哎呀那这是个现在够忙 还有一个了 那你现在每天能不能现在拿来的能不能完成 有没有积压下来放到第二天做的 火化的积压的这个情况 还不是太严重 嗯 只要是那个一起在医院的我们接应不及时 哦 就是车手 嗯 哎呀 哎呀 那是 那至少这个你们书记应该 现在给我们下纸标要纪委的积厂我们 嗯 医院 变成死了以后 要我们一个半小时以内把移情拉走 对那是 那你叫他派车来啊 你叫他派车拉过来嘛 你们负责烧嘛 那没人要车没车 那你叫那个书记 你说你给我拉个人过来 那不是书记 你说你叫他派车送过来 你说我们没车 我们少可以 但是拉着没那么多车 那他 我不怕光 我许总怕光 嗯 他敢去说吗 哎呀 所以说这件事情 可是你们书记给我们汇报的说是你们是保证完成 而且现在还是有有有有有潜力 狗戏不拉的 那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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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相信你我相信 昨天你们拉了多少车 跑了多少车 嗯 我真的不好说多少车 没关系 你不说 不要紧的 我至少 我应该给你很快解决人来 第二个 叫你们书记给你派车来 增加些 你说现在的情况 你们需要增加多少辆车 我们现在主要是能力的问题 车给我增加这三四辆都可以了 我都能现在受不了了 人给你增加四五十个人 人不停的去搬运接人 哎呦 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去蓝图子 全部投上去了 没有人那么帮他人弄的都上去了 哦 那你们这个1月20号以前 是不是还可以吗 对吧 1月20号以前还可以 情况不是太严重 但是这个数字是一直在向上 上走 那上走数字增加是从什么时候 从12月份 22月20号差不多就开始了对吧 十几号 应该在远远的十几号开始 就已经那个数字 就有点不太正常了 昨天其实还 我跟你讲 昨天还不是最高 现在还在往上争 所以我为什么我要打电话来 问问你们的承受能力呢 就是这个原因 嗯 我真的是承受不了了 我昨天跟我的局长说 我说我哪个疯了 我说自己要去跳楼了 我说你给我下的这些灵路 我真完成不了 我说 什么医院里面 人死了以后 这是我们马书记说的 人死了以后 30分钟内 医院完成消灶打包 公安部门 30分钟内 完成给家属的什么手续 从里面提火化 民进部门30分钟把遗体接走 接走 什么狗屁出现 有点长是没有啊 嗯 我还是这几个殡仪馆的 我们管的范围多大 我的车开过去半个小时 到不了 对啊 你知道他们其他几个殡仪馆 情况怎么样 如果比我差 不会比我好 哦 你们跟他 你跟他有来 有沟通吗 有沟通啊 嗯 你最近跟哪个殡仪馆沟通过 我跟汉口兵馆沟通过 他现在的业务量比我还大 他的压力比我还大 你说是哪一个殡仪馆 武汉市汉口殡仪馆 哦 他的还比你们压力还大 他的量比我还大 他们是这个服务的范围是哪个医院呢 他服务是汉口骗的 就是武汉市江岸江汉 桥口中西湖区 然后武汉市第一匹定点的23家 嗯 这个定点医院 他承担了八家 嗯 除了这个医院之外 有没有这个就是社区 直接给你们拉来的 有些人倒在路上的 他就不一定去医院了 对不对 有 前几天我做了个统计数据 嗯 我们在建队呢 就是前几天数据啊 嗯 数据不代表这几天 对 医院的就医情况有所改善 前几天我做了个统计 嗯 百分之三十八是医院接来的 哦 哦 百分之六十一是在家里死亡的 哦 所以说这个就医的情况很不好 前几天 对 你想想 百分之六十都在家里死的 哎呀 当然这个家里死的不一定是这个肺炎啊 其他我说的这个数字 没有区分肺炎和肺炎的 现在大部分都是 武汉市这帮 这帮狗官把这个 全市管理的一堂糊涂 是 是有些问题 哎呀 真的是你们辛苦了啊 你们辛苦了 我们尽快的 要教他们尽快的解决这些问题 好 辛苦了 好 以上我所说的是凭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党信说出来的 嗯 知道了 好 那就这样 好辛苦了 多保证 好 廖 昨日 给主 irregular 盖 海 他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